今天來接了急診室秘星 今天還有現場有五位女士 有幾位都是非常熟悉的 是 常常見面 兩位來賓朋友應該經常進出急診室 這是什麼應該呢 沒有回頭 怎麼看得出來 偶爾 長太好看在路上被揍 哪裡還曾進去過啦 子晨怎麼樣 妳進去 我昨天才從急診室出來 妳常常進去裡面好嗎 太辣了吧 沒有…昨天是因為在台南 然後剛好吃到不乾淨的食物 食物中毒 昨天嗎 就昨天 因為上吐下血 很不舒服 我還被挖屁股 好 因為超過三個人同症狀 他們好像送衛生局檢驗 所以要三個人都要挖屁股 這就是閩南語講的喇喇 這個意思不是吧 差不多啊 概念啦 該同種概念 對啊 這個很重要 什麼東西啊 會不會在急診室裡面 很多衝過來 對 他們有些已經蓋上白布了 沒有…沒有看過這麼激烈的 像妳頭話直接舒子晨 打開看 不是 這是裙子啦 神經喔 對不起 先坐頭蓋 我都忘了跟女兒一起出吃 對不對 跟那個Lulu 焊點那個神經病才可以講這些 不是 這回去我會被罵你知道嗎 對 我已經快放棄你了 得累… 我是有一次經驗是我朋友 然後他喝醉酒 晚上肚子痛 然後就是進去急診室 又肚子痛 對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喝醉酒 所以就是醫生緊急幫他做 就調點滴 在那邊等待兩個多小時 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女性友人吧 女性友人… 所以要照顧…對 那麼帥 重點是在這兩個小時的過程當中 我看到一些我覺得很離奇的事情 在過程當中就有一個人躺在 就是躺在那個病床上面 一直挖挖叫 說我出車禍 我好痛喔 不行啊 醫生 我真的…我真的好痛好不舒服 可是我這樣 因為兩個小時就待很久 然後就是只有我跟他 對面那位先生 我看到他出車禍 一直在嗨 一直在挖挖叫 可是代表他很有精神很有元氣 所以我頭痛 我肚子痛 然後我哪裡痛 然後大腿 小腿大痛 但是完全沒有流血 因為沒有擦傷 就人家老人家講性戒情 沒有包髒 而且那個人是30多歲的年輕人 我會覺得好厲害喔 等到他吼… 嗨嗨叫一陣子之後 那個計程師的醫生就來了 這位先生 我剛剛也幫你看的片子 你看 骨頭是… 骨頭是呈現白色狀的 完整的 沒有裂 沒有斷 你沒事 病人就這樣子看到 不是 醫生我真的好不舒服喔 我覺得 煩不煩啊 我覺得我要去照 我要去照核食共振 無病的先生 然後醫生就說 你要照核食共振好 那我幫你排一下時間 對…病患有要求嘛 醫生叫做我幫你排一下 現在我幫你開個止痛藥 你可以走了這樣 然後那個病患又聽到說 不行 醫生 我覺得我頭好痛喔 一定有原因的 我腦震盪 我跟你講我剛剛撞到 他要住院才有保險 可能之類的吧 一定是啊 不然對不對… 你看我懂你們…對不對 就一定是這樣子 當那個病患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 好 既然你覺得你有這個 腦震盪的那個狀況 你就待在這邊待一個晚上 我們來檢查一下 才能夠好好檢查 對 等到這句話一講下去 那個病患就是 好 醫生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有一些保險室 他說你在急診室一晚 可以理賠多少錢 對啦 好酷喔 有這種事 要待超過什麼時間 然後有沒有住院 然後住院多久 要理賠什麼 台灣已經是醫療系統做最好的 非常完善 謝謝他們 沒有你們的話 怎麼可能是最好的一件事 你不知道的急診室秘星 好嗎 第一名 急診室都是實習醫生 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吧 不就是嗎 一定都是 他們都好年輕 又來急診就醫的時候 通常都會擔心說 看到一些比較年輕的 就是朱中心 站起來… 不一樣 來急診都會擔心遇到說 是不是年輕的醫生 就是實習醫生 是不是會幫我看診 會不會處理不好 其實在大醫院 就是會有很多實習醫生 甚至是醫學院的學生 也都在我們急診室會 因為急診是一個訓練的大科 所以其實 但大家不用擔心的是 因為醫學中心對訓練醫師 都有明確的規定 就是在實習醫師的部分 他不能獨立去看診 獨立的去做一些 比較侵入性的治療 所以他們能做的 我們俗稱比較打雜一些 比較非侵入性治療 像心電圖貼片的一些檢查 像一些導尿管這些 導尿管算打雜 導尿管很痛耶 對 但是 那個不是算侵入性的嗎 相對來說 是比較不用去判斷 去診斷病的人 真的 好 導尿要來 要打開雜草 之後才有它打雜 打雜 我差一點就被國泰醫院得逞了 我告訴你 都不倒尿的就是我 人家是關心你啊 我不要 我那個時候 那很痛嘛 你倒的話 不是 他是怕他家醜不能外壓 什麼家醜不能外壓 難道你也是傳說中的 不是 悟到人短 悟炫己腸 真的嗎 不想太炫耀自己這樣 對… 不要炫耀自己的大腸啦 我是那個…什麼 少掉一個 膽結石 我去掉一個膽 對 如果憲哥來我們一定 組織醫師親自服務 太親密…不要約這個 但其實我們在急診 就是長久待下來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不管年輕或資深 其實重點是他來的科別 相對是比較重要 也對 對 我們會遇到說 像很多科的醫生下來支援 他可能很久沒有碰手術刀 沒有碰縫合傷口的部分 我們知道傷口在縫合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固定的一個 適度的力道 如果綁得太緊的話 陷在那個傷口裡面 會很像毛毛蟲一條一條 對 牙筋插進去 它會讓傷口的癒合不太好 鞋帶也是這樣 對 對啦 就是這個概念 同時也比較容易留心 擋太緊 腳會痛 對啊 我們就有遇到 對啦 抓一隻腳的事 沒有 還在…倒尿的部分 還在這裡啊 深深的硬硬 我們就有遇到就是醫生下來 就是他可能傷口太久沒接觸 綁得太緊 然後後續回診的時候 傷口癒合得沒有很好 然後家屬也很生氣說 就是你們派這個 到底是有牌醫師還沒牌醫師 我們可以把傷口縫成像毛毛蟲這樣 對啊 我們還要幫學長稍微圓一下說 這可能當初傷口受傷 裂得比較大 他怕鬆開 現在已經有部分的 學長… 還是會Cover學歷的啦 Cover 對啦 這個要不然現在 台灣這種醫療的糾紛很多耶 急診室裡面最多 很容易造成誤會 時間短 緊急判斷的狀況 你要立刻做出判斷 這個也很重要嘛 對不對 對啊 全台灣各位 我告訴你 不超過五個 姓盤的 盤的 有聽過嗎 盤耶 盤 好死不巧 我們就有一個 盤醫師你好 潘娜的盤 潘娜的盤 他真姓盤耶 盤 他真的姓盤 是不是不到五個 盤名為醫師 我們家好幾個 就你們家嗎 就你們家而已對不對 在新竹那邊比較多 我們是客家人 客家人姓盤 好酷 他真的可以罵說 你把我當盤子啊 對 他真的是盤子 是盤子 他大概正在忙嚇了一跳 什麼事 不是在叫我嗎 我們要撕的是第二條 第二條 急診室什麼都會 但什麼都不驚 真的假的 剛好是潘醫師 其實我覺得這有時候是 民眾預期的落差 他覺得他掛號了 然後來看了急診 他應該要得到他有的答案 什麼答案 就是我到底是怎麼了 醫生有些給答案也很恐怖 怎麼樣 這位病人 好消息跟壞消息 你要先聽哪一個 很難 先聽壞消息好了 壞消息 先聽好消息好了 對啦 好啊 這樣才演得下去 先聽好消息 也可以啦 我要轉啦 先聽好消息 對 這樣太簡單了 好消息是 你只剩下三天的生命 這個叫好消息 對 那壞消息呢 壞消息是妳前天來看病的時候 我忘了告訴妳 所以我三一天 三兩天 那妳到底剩多久啊 妳就剩三 二 一 再見 拜拜 這個醫生的話恐怖…對不對 妳會跟病人開這種玩笑嗎 誰敢啊 通常就會馬上被投訴了 對啊 還有那種長輩去看醫生說 我這樣…我以後就很痛 然後醫生說 妳就不要這樣啊 對啊 真的 奇怪 她說妳就不要這樣啊 醫生 我這樣抵就很痛 妳不要抵 對啊 不要抵就不會抵 所以急診醫師什麼都會 但都不經這是 這是一個誤會嗎 這算是一個 對 算是一個誤會啦 沒有 她既然裡面都是 那個實習醫生多啊 沒有… 實習醫生基本上都是在旁邊看 旁邊看而已 對 看我們老師表演 我以為那個要熬夜幹嘛這些 你們這些 老鳥都是在睡覺休息的 可是… 對… 對 對 有重… 不許…你這樣說我們Elsa 不可以 不是Elsa 對啊 真的是 好恐怖喔 可是其實在急診室的時候 會常常看到比較年輕的醫生 或是老實說比較帥的醫生有沒有 都跟在旁邊 然後我們都想說到底 到底懂不懂 知不知道 然後問他可能也不會真的告訴你說 你這是什麼疾病 沒錯 我們就會怕啊 這種狀態經常發生在爸爸的身上 搭飛機他們都禮遇我嘛 因為算是這個資深前輩 頭等艙… 我說不… 我跟大家坐經濟艙就好了 爸爸的一種 我願意 憲哥好容易親近或幹嘛 其實不是 是怎麼樣 我今天告訴你 不要讓人家知道 好 什麼事 你真的會被檢舉到爆啦 我檢舉你啦 你受不了耶 那個每次空姐 空姐都說我一上飛機就開始睡覺 我看完以後睡還是比較好 來…第三條 來 好 來第三條是什麼呢 資深醫師縫合技術比較好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 在綠媒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多一個下載 例如 Father 再繼續按一下 兩邊 對 嘩 幾個 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